当地时间3月8日 WBO重量级过渡世界拳王张志磊 将迎来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场较量 届时他将在沙特对阵前WBO世界拳王帕克 随着比赛进入倒计时 外界都在关注张志磊此战的出场废情况 众所周知 张志磊目前已经成为重量级高手都躲避的对象 因为他的性价比最差 说白了就是实力很强 但出场费很低 高手们选他纯粹是吃力不讨好 不过张志磊性价比低的诟病很快就会得到改观 因为他与帕克的对阵能让自己的身价有所提升 据外媒统计 帕克的职业生涯已经赚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酬金 其中他当年与约书亚的一战让他进账1310万美元 2021年与齐索拉的对决赚了300万美元 去年底与维尔德的比赛也让他赚到200比300万美元 尽管这次帕克是以挑战者身份对阵张志磊 但他的出场费还是会得到保证 此外 张志磊过去三场比赛的出场费也出炉 与赫尔哥维奇的IBF法定挑战者争夺占位26万美元 与乔伊斯一番占出场费为35万美元 二番占出场费为50比60万美元 这次面对刚刚战胜维尔德的帕克 张志磊的出场费很可能达到百万美元级别 千万不要觉得百万美元就是张志磊的天花板 要知道维尔德过去七场比赛赚了一亿美金 但是七场比赛前维尔德的出场费最高只有100万美元 直到与泰森、富里一番占打响 维尔德的出场费飙升到1000万美元 随即维尔德打布里泽尔进账1000万美元 与奥提兹二番占达到2000万美元 与富里的后两场比赛共赚了4000万美元 假如张志磊能如愿击败帕克 熬到下半年对阵富里vs乌西克的胜者 张志磊的出场费很可能达到500比1000万美元 而一旦他干掉了富里vs乌西克胜者 他的出场费有可能涨到2000比5000万美元 吸金效率秒杀中国其他所有体育明星 至于张志磊能否干掉帕克 进而等来挑战世界四大组织权王的那一天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